我們之前的這個 黃氏民情的這樣的一個 課程開始 然後一直到今天把這一本書給弄出來 我覺得在這個參與的過程當中真的是非常的有趣 有時候我們走進一個書本的世界裡面 才會知道說我們人的渺小 因為我們知識是這麼的豐富 而且是這麼的廣泛 會讓我們感覺到我們每一個人 一生當中都是需要 每天都是用著一個藏鮮的這種心情 那麼盡量的拓充我們自己內心裡面的一種豐富感 我想這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麼音樂的存在也絕對不是一個單純的說 你喜歡或不喜歡而已 那麼在我之前曾經做過一個演講 那麼也做過一個調查 那麼也看了一些數據 那麼曾經 我們都知道美國人很喜歡在電視機前面 就是吃垃圾食物然後看電視 曾經有一個報導 那麼他就詢問說 如果我今天給你100萬美金 那麼從此以後 你從這個時刻一直到你 一直都不准 給美國人 就是都不准看電視的話 願意的多少 結果調查數據出來 嚇壞了大家 百分之八十幾不願意 不願意說 我拿100萬美金 然後從此以後 不看電視 因為他覺得 吃東西看電視 好像變成他們的文化之一 那麼我用這樣的一個例子的數據 那也曾經在演講裡面 問過台下的所有的人說 音樂存在的不一定是只有古典音樂 你可以流行音樂 你可以各種重金屬音樂都沒有關係 只要是音樂就是屬於這樣的一種 如果你的生命當中 我給你100萬台幣 然後你從此刻開始 不准聽任何的音樂 願意的多少 大家忽然會發現說 平常覺得說 音樂好像舉手之勞 好像十手可得 但是真正叫你這一輩子 拿了100萬 然後從此不准聽任何的音樂 好像似乎 沒有人可以脫離了音樂的這個魔力 所以我想從這個方面來講 你就可以了解說 音樂包括歷史 或者是整個七月的歷史 或者是整個的一個演變 那麼到了今天的這樣的一個程度來講 都不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喜好 或者是厭惡 那麼會把這樣的一個歷史給抹殺掉了 那麼跟盧老師在這樣的一個 一個攝取的一個過程當中 真的 我就可以理解到 像奇美博物館的總部顧問 那麼是這麼的博學 那麼也可想而知 我們都參觀的那個很少人 有機會可以參觀那個 一片大概這麼厚的門 真的我一點都不誇張 因為昨天晚上還有地震 這一片門裡面是防火黃震 防火黃震 防所有的東西 那個門一打開 所有全世界 所以有很多 現在有很多 我覺得 不是替奇美博物館在做廣告 就是奇美博物館真的是做了一個 人類歷史當中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工程 這個工程是非常的巨大 也是非常的偉大 提琴的歷史大概 距今大概有四百多年的一個歷史 那麼這四百多年的一個歷史當中 你想想看 經歷了多少的戰亂 經歷了多少的意外 經歷了多少初心的一些音樂家們 把樂器給損壞掉的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可以流傳到今天 那個是多麼珍貴的一個事情 那麼這四百多年來的一個歷史 有很多人 國外的一些 來自於各地的一些人 對台灣有些時候 台灣還會跟泰國會搞混的 這種情況之下 他因為他一生裡面 對於琴的喜愛 那麼 就專程來到台灣 來到台南奇美博物館 那麼去看到那些 等到那扇門打開 所有人都軟腳了 因為裡面好像書本一樣 每一把琴喔 像書本一樣這樣子 一個一把一把插在上面 會軟腳 為什麼會軟腳 因為 在奇美博物館裡面 有一張非常的棒的提琴的歷史 我們都知道提琴的 這個製作的一個歷史 有的是有六代 有的是有兩代 有的是有三代 等等 這樣 這有時候會有斷層的 那麼在這個一個這麼大的一個家族 提琴家族的一個當中喔 裡面只有幾個紅點 紅點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奇美還沒有收藏到的 做琴作者 那麼在四百多年來 只有少數的幾個紅點 現在目前在奇美博物館裡面 是還沒有收藏到的 你就可想而知 有很多來自於 對於提琴研究的人 來到了台南奇美博物館以後 你會發現 喔原來我窮奇 一生裡面所研究了這麼多的一些好的做琴者 或者是一些在書本上面 一個很重要的這種作者 因為你要知道 很多的做琴的作者 其實他的一生當中的職業 不一定是只是為了做琴 因為他做琴搞不好是他的副業 但是他又偏偏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他在整個製作提琴的一個歷史當中 你留下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名號 那麼他一生比較好只有做十把樂器而已 所以這十把樂器你看 當然做完以後 不管是送給朋友 或者是賣掉了 可能就不見了 那麼這個四百多年來 這樣繞了一圈 他現在會繞到台灣 這個奇美博物館 你從這樣的一種觀點當中 你會不會覺得說 哇拿的這一把樂器 是多麼珍貴寶貴的事情 所以 那麼多的人來到了 就是為了琴 台灣來到到奇美博物館 所以看到的這個琴 兩首是發抖的 那麼有很多的音樂家 也慕名而來 去到了奇美博物館 就跟奇美博物館說 我可不可以在這裡住兩三天 就住在這個琴房裡面 因為他覺得 怎麼這一輩子 怎麼會有這麼過癮的事情 這麼好的這種 這種音樂啦 或者是好的樂器 就在我的面前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是一個 很令人興奮的一個事情 那麼曾經有某個學校 因為現在基美 我覺得基美收藏的 1400多把的名琴當中 現在目前有200多把的樂器 是借給國內的音樂家使用 包括我 對不起 這麼多人 不能 等一下走不出去了 好 包括我現在這一把 也是奇美的名琴 他長期借給我的 那麼曾經有某個學校的學生 他很不容易也借到了這一把琴 有一次去參加亞洲青年的樂團 那麼到香港去集訓的時候 非常的糊塗啊 竟然在從香港做渡輪到九龍的過程當中 望在船上 然後這一把琴當然就消失了 因為被人家順手這樣 帶走了 當時發生事情的時候 當然那個學生也嚇破膽了 然後 當然也不是像Stradivari這樣的名琴 但是 畢竟 任何一把琴 其實都有它的珍貴性 那 那個 中顧問 就跟 許文榮創辦人 說這個事情 你知道 許創辦人 只有問一句話 他不是說 這把多少錢 不是 他會說 這把如果萬一丟了 我們還有沒有辦法可以買回來 不是買同樣一把 就是買這個作品 因為我剛才跟大家敘述了 如果他的一生當中只有十把樂器 斷了就是沒有了 就是斷成了 所以你就可想而知 這種 脈絡 包括這個 我想在 音樂的歷史當中 他有他的脈絡 做琴的歷史 也有他的脈絡 譬如說像 三大名琴 Armati Stradivari Guanelli 這三大名琴 那麼他的一個整個發源 從Armati開始所樹立 一直到Stradivari跟Guanelli 整個發揚廣大 然後建立了 你看看 已經至近大概有三百多年的歷史 是 這樣的一個 黃金比率的 的一個製作提琴的模型 是到今天沒有辦法被打破 你就可想而知 這是多麼偉大的一個事情 在那個時候沒有任何的工業革命的情況之下 那麼可以把他的模型一直到今天 沒有一個現代的作琴者敢說 啊我的琴 整個做出來琴的聲音 是比Stradivari還來的 漂亮還來的 每一個人都會自誇 但是 人比人 氣死人 琴比琴也會帥氣 就是 會 你比較起來 就完全可以了解 所以 在這樣的一種典故當中 那麼 當然就是 你就可想而知 這個琴的這種歷史 還有這些的歷史當中 他的背後所呈現的這種 這種情況啊 會滿有趣的 我隨便舉一個例子來講 他曾經收藏了一個工的盒子 裡面是 過世一世的 這個英國的大提琴家 杜托雷 曾經用過的 裡面有秘密 什麼秘密 有他前男友的柱子 寫在那個工盒的盒子上面 這是當然 Barenboine不知道的一個故事 就非常的有趣啊 剛剛那個盧主任有曾經 講過那個搖阿姓的一個故事 就隨便簡單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 這個故事 其實你在書本上面大概也查一查 也都大概會知道 有一陣子 姚阿姓是跟布拉姆斯 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啊 但是有一陣子 關係非常的惡劣 而且非常的差 什麼原因呢 因為 有一次 姚阿姓跟他太太在鬧離婚 然後呢 布拉姆斯 不知道是哪一根筋不對勁喔 竟然寫了一封信 去安慰姚阿姓的太太說 啊 你不要那個 這個一切的錯 其實是你先生 怎麼都不好都 因為這樣子的一封信 變成是 給法官作為一個佐證的一個資料 讓他變成是 一刀切斷了 姚阿姓跟他太太的這種關係 所以 姚阿姓非常的生氣 會覺得說我跟你這麼要好 你竟然給我董柔子 然後 是這樣的關係 你看看 歷史裡面有很多個 這種 經典的名曲 也因為這樣產生 你看後來 布拉姆斯為了修補這樣的一個關係 而 寫作的小提琴跟大提琴的 這樣的一個 一個 一個 寫作曲出來 就是為了要修補他 他藉由這樣的一個寫作 來詢問 再一次的詢問 姚阿姓一些有關於音樂 或者是技法上面的這種典故 你會發現說 真的是非常的有趣的一個事情 所以從這樣的一種種種的原因 或者是事件所產生的這種激勵 而創造出一種經典的這樣的一種作品 實在是 讓我們感覺到非常欣慰的事情 而這些東西 全部都在這個書本上面 在很多的知識當中 我們都可以尋找得到 所以 這是一個相當棒的這種感受 所以 其實有很多人常常會覺得說 我們對古典音樂會很激怕 或者其實不用 你就勇敢的走進去 自然而然裡面書中只有黃金 你就可以從裡面的知識 裡面獲得 你在整個生命當中的一種豐富性 其實這樣的一種豐富性 其實是非常精彩的一個事情